未来两年我国有80%的家庭可能会面临三大麻烦 大家一定要花两分钟的时间把此条视频给看完 有专家也建议我们老百姓一定要早了解早准备早受益 对幸福生活比较重视的朋友也可以先给这视频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接下来往下讲 现在马上就进入9月份 2023年已经过去一大倍了 本来想着今年全面放开之后日子会越来越好过 很多人也打算在今年大干一场 但是没想到很多事情跟我们事与愿违 跟我们想的是大象径庭完全相反的一个情况 包括很多人都说今年的找工作是越来越难找了 包括整个的生活成本 整个的钱是越来越难赚了 真的是超出很多人的一个预想 不仅是目前的这种困境 目前越来越难的一个现状 2023年包括未来的两三年 有80%的家庭可能会面临这三大麻烦 大家一定要往下继续听 那第一个大麻烦就是年轻人结不起婚了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包括男生 包括女生都选择躺平了 都选择不婚主义了 真的是让父母愁白了头 非常的发愁 特别是农村地区 那光棍真的是一大片一大片的 你像我们村子里面 那些25到35岁这些试婚的一个男光棍 都有20多个 个个都是180浓眉大眼的 却找不到对象 为什么找不到对象 基本上相亲的时候 别人第一姑娘问你的 就是在城里有没有车子 有没有房子 这一套婚礼下来 起码没有个百八万 绝对是拿不下来的 有的甚至要几百万 你像农村的家庭 有几个家庭能拿出一百万的 就更别说要花几百万 去城里买套房子了 再去办婚礼 然后最终负债累累 成为一个穷光蛋 所以说很多越来越多的男生 就选择干脆不结婚了 我干脆就躺平 自己一个人活得挺潇洒的 那第二个就是健康问题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整个的社会环境 包括食品安全的一个问题 包括上半年非常活的 什么科技又很活 我们所有吃的喝的 很多人都非常担心 再加上去年经历了 羊了之后 很多人都越来越 感受到健康的一个重要性 都在加强一个身体的锻炼 包括现在很多年轻人 越来越不点外卖了 外卖单子是越来越少了 都自己能在家里做 就是全部都自己做 虽然做的可能比外面的 那些重油重辣的 要难吃一点 但是毕竟健康是第一位 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能够多活几年 这才是最重要的 那第三个问题就是 房子不值钱了 二手房卖不出去了 之前很多人都觉得 房子是优质资产 基本上都是能有闲钱 自己手里面有富裕的钱 全部都投资房产了 但是这几年 大家是慢慢的发现了 原来很多的投资客 很多手里面有多套房子的 在最近这几年 因为自己的公司 或者是自己的生意失败 需要变现的时候 需要钱的时候 房子根本就卖不出去了 不仅是二手房 你像市面上那种新房 新的商品房开发商开发出来的 也都卖不出去了 尽管在各种刺激政策 各种降房贷降利率 但是好像老百姓 对房子都没有什么兴趣了 所以说这也导致 很多家庭的资产 直接就缩水 因为你之前几百万 买一套房子 你像我有一个朋友 原来是300多万 买的套房子 但是现在整个的市场价 只有180万不到 直接相当于是 整个家庭资产缩水了一倍 早知道房地产会是 现在的这种情况 早在三年前那种 峰值的时候 高峰的时候 就把整个的房子给抛出了 那样自己的财富 也会进行一个翻倍 没想到现在亏的 真的是让人越酷越累 这些东西 这三个问题 都跟咱们的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也都是息息相关 也关系着咱们的幸福 不知道大家的家庭 或者是大家的身边 有没有出现这种烦恼 或者是麻烦 对这些烦恼和麻烦 大家都是怎么看的 你有何应对之策 也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